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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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故事 化作雨滴落在我低垂的眉 錯過的夢 說的謊 夜裡蔓延的細節 我的明天 在月光的曖昧中漸漸變回 不懂拒絕還是想 如果能再來一遍 我們一起去的地方 都有你善意的謊言讓我深邃 直到最後一天 再看見從未到過的地方 原來是你欣賞 你欣賞 記憶的偷臉 寂寞的奮鬥 就微笑和眼淚 故事的結尾 請不要擺碎任何同情的語言 我們一起去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的地方 都有你善意的謊言讓我心碎 直到最後一遍 再看見從未到過的地方 我心碎 媽媽 我去保養廠了 希依 等一下 妳怎麼去 搭計程車 搭計程車 妳不搭立委變車吧 反正立委也是要上班嘛 對不對 妳就搭那邊車去啊 雅忠 對呀對呀 環保一點嘛 路上少了一輛車 就少了一點空氣污染 立委 讓馨怡搭妳的車去保養廠 來 可是我不順路啊 會不會說話有沒有念書 能不能完整點呢 哥哥 我說的還不夠完整嗎 我有說 我不想讓妳搭便車嗎 其實妳心裡面想的就是 我不想讓妳搭便車 好 不然妳教我 我該怎麼說 哥哥 這麼簡單的問題 還需要妹妹教妳 妳可以說 我當然可以讓妳搭便車 只是妳要去的地方 跟我上班的路線好像不太一樣 如果硬生落物的話 可能會耽擱兩人的時間 這跟我剛剛說 不順路有什麼不一樣嗎 大大的不一樣 哥哥哥哥 說話藝術懂不懂啊 好了 好了 妳們倆再這樣排框下去 就算順路時間也耽擱了 妳就讓馨馨打妳的車去 去 好 去 來 去啊 上班了 別耽誤時間了 快去 妳真的不順路啊 妳算了 我就順路了 幹嘛啦 怎麼了 這麼快交心理朋友 妳說什麼東西 少來了 還裝傻喔 看這個顏色跟長度就知道 這不是我的 應該是從他身上掉下來的 那是洗車工人的 洗車的喔 看這個都沒有分叉 還有這個顏色 感覺也沒什麼燙過 應該是二十歲左右 不曉得哪一家洗車廠 會聘請這麼有機的洗車工人 好 我說你是FBI喔 一根頭髮就可以看出那麼多 如果不是洗車的 那就是 心虛 剛剛說是洗車工人的 一聽我指引你就改口 我 我什麼心虛改口 你 應該是昨天我在幾個同事 回家的時候 其中一個同事留下來的 那哪個同事呢 就 又心虛 有交女朋友就交女朋友嗎 幹嘛閃閃陀陀的 怕別人知道 我 我閃閃陀陀 你有完沒完啊你 你看看 交女朋友還交這麼年輕的妹妹 真的是老牛吃嫩草 天哪一批 你在說什麼 你夠了沒 什麼老牛吃嫩草 誰是老牛誰是嫩草 你看看 這就代表呢 這根頭髮 一定是從你女朋友身上掉下來的 隨便你啦 不要生氣嘛 到底是哪個妹妹 跟妹妹我講啊 哥哥哥跟我說嘛 輸嘛 要不要生氣啊 你夠了沒啊 一路上 這種捕風作業的事情 你講了半個多小時 好嗎 好嗎 不要生氣嘛 反正我們都離婚了 而且呢 我記得上次喝醉的時候 我們有說過各走各的路 所以你現在交了新女朋友 我已經說很多次 我沒有交新女朋友 OK 我知道 放鬆 不要這麼激動嘛 反正嘛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你有你的權利 我也有 所以你交了新女朋友 那我也要交新男朋友 通平嘛 隨便你啦 再說啊 我的條件這麼優秀 應該隨便 都可以在一個月之內 找到一個 樣樣比你強的 新好男人 肯定比你這個強 無聊耶 這種事情 有什麼好比輸贏的 比輸贏 好建議耶 那我們來打賭 看誰先找到下一個 要打包二才算喔 輸的人要做對方 一個禮拜的努力 我沒你那麼閒 是沒我那麼有感情吧 幹嘛 眼睛比我大 我說錯了嗎 追女孩子這一項 你本來就比較弱 當年呢 要不是我主動出擊對你好 你到現在啊 還是個光棍王老物呢 算了 如果呢 你想承認自己 不帶種 不敢打賭 想承認自己錯的話 那便當我沒有說過囉 柯夕 好啊 我跟妳打賭 又要贏這個賭局 交友網站是最快的 幸福小窩 看起來滿有質感 欣憶 欣憶 我現在要出去 大概四五點鐘回來 妳有沒有要什麼 幫妳帶回來 不用了 謝謝媽 妳在 妳在 忙什麼 沒有 看看交友網站 就無聊 找些事情做 想說可以在網站 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聊聊天 好 那我出去了 好 拜拜 小心 拜拜 志同道合 那萬一是難得怎麼辦 就算不積極撮合她跟立委 也不要讓她找別人吧 欣憶 欣憶 媽是想說 如果妳無聊的話 妳要不要跟我去媽媽教室 好 我們今天不是要去當義工掃馬路 今天我們是要當小朋友的 一日導戶 我們幫她指揮交通 媽媽 那個打發時間的方法有 有很多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購物 做SPA 或出國旅遊 或是說我們做好事的方式 也很多 我們可以捐錢 捐米 捐衣服 捐 我知道 這些都是好事 媽只是想說 妳不去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在那個電腦裡面 跟人家交友 然後跟男生出去約會 人家會爆炸讓我看 這很危險的 媽妳放心 我秉持著不親信 不好奇 不素質三大原則 所以媽不用擔心 好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我一定要贏何立委 我要她當我的男優 撐附於我 幸福小窩 萬事就拜託了 嗯 嗯 要照片 要是讓熟人看到 多不好意思啊 有啦 我到底 該不該聯絡芝芝呢 唉 立方 怎麼一個人在這邊發呆啊 沒有啊 你怎麼會來啊 我剛剛在附近經過 想說午餐時間快到了 就買個漢堡 我快去吃啊 哇塞 這麼好啊 嗯 當然啊 就像你跟芝芝常說的嘛 給你幹嘛 想說我在店裡嗎 我剛剛有幫他買一份 店裡面除了熟人之外 還有爸 喔 對 那我再去買一份好了 不用啦 我剛剛看爸好像吃了蔥油餅 你都沒有跟芝芝聯絡 沒有 也不用 哇 這麼放心 我沒有什麼好放不放心的嘛 總得讓他獨立啊 不能一直依靠我好不好 再說 這隻失去記憶 重新就做了一張白衣 他第一個遇到的就是像我這樣子 聰明積極又勇敢 自立自強有信心的好男人 他在我身上學到了不少 OK 聰明積極又勇敢 自立自強有信心 什麼樣 你是有意見是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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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聽爸說 你早上在柯欣裡出門 好嗎 別提了 講到這個我就有氣 早上 他在我車上發現 你同事的頭髮 就一路上一直虧 一直虧 你跟女同事在車上 是有多激烈才能發現 何立芳 我只是順道在女同事好不好 好 我相信你 那女同事辣嗎 喂 OK 我不鬧你 那柯欣 你虧你什麼 虧我什麼不是重點嗎 重點是我們都已經說好 各過各的 就算我真的怎麼樣 也跟他沒關係 女人 女人不就是這樣嗎 不要的東西 人家一要他又想要來搶 還不止 他最後還逼我跟他打賭 說什麼看誰先交到新的男女朋友 而且要先接吻才算贏 輸的要當對方一個禮拜的能力 略哥 你贏定了 童曉偉 你要嚇死誰 貴月還沒哭我 對啊 小東 我剛剛怎麼沒看你從電影走出來 我也配合貴月的氣作 所以我就用標本過來 小東 剛剛你為什麼不說我一遍 因為你認識我 柯欣不認識你嗎 那不一樣 我不是男人幫 我當然幫你 不幫他 來 告訴我 你個東西 你們看 這個人有沒有 現在是網路上最紅的交易網站 叫做幸福的效果 以立偉哥的條件呢 一登錄肯定就像是 蜜蜂看到花蜜 幫你看到彈簿 暫一看到彈簿 閉嘴 沒看到我們在吃東西嗎 如果我形容得不恰當好了 但是現在年輕人 真的看到這個幸福小物 就會像蜜蜂看到花蜜 幫你看到彈簿 暫一看到彈簿 閉嘴 哥 我覺得童曉偉這個經營好像還不錯 你幹嘛 你怎麼跟他一樣腦殘 我來喔 只是交個朋友 要不是叫你去結婚 搞不好遇到卡OK的 Kiss一定OK 還是不要 略哥 來 估計我懂 多謝凡太 略哥 我幫忙幫到底 我一定幫你修成 宇宙世界無敵第一花美男 勇敢了許多 希望我愛我 讓笑容多一點彩虹 怎麼可以帥成這樣 讚 接下來是 身高 一七八 突然心中再誠實一點 算了 一六五 也不用這麼誠實 善意的謊言 一六五 身高要求 心儀姐一六零 立委哥應該更上一層 再高一點 一六五 好 接下來 安安安 誰 怎麼又找安安呢 又是找安安 什麼意思 又是安安 妳傳錯人了 我不是安安 這個太抱歉了 這個太肉了 八十二歲還來網路交友 太可怕了 五點鐘下班 五點二十就準時回家了 看樣子 是有一隻沒約會 沒應酬的敗犬 妳說誰敗犬 誰答話就在說誰 我 我 妳說我 妳自己呢 還不是一個人在家 其實呢 我下午已經有三拖了 好累 三拖 看樣子 有人連一拖都沒有 我可是先跟你講清楚 作戰時刻已經開始了 如果你還是那麼怠惰的話 我也是提不起作戰的意志 對不起 我想 妳已經很認真了 但是還是約不到人 妳好可憐 誰說我約不到人的 妳不要忘記了 我誰 我男生三分組的大哥 我回來是 因為我要換衣服出門 外面還有一群女客戶在等著我 歡樂今宵 再見 歡樂今宵 不要臉 妳有本事 妳們拍妳們 拉雞的照片沒有看 看到我就認輸 三拖 她哪來三拖 真想知道那些難的 不行 再怎麼樣也要給妳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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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麻煩妳跟妳的乾爹乾媽說 我今天晚上應該會很晚 才會回來的 記得是很晚回家 拜拜 穿成這樣 是要去誘惑誰 可欣怡 妳要爭氣一點 看她剛剛帥成這樣 還是覺得她帥到爆 像樣 不行 她是業務部的 會真的有很多女客戶 可欣怡妳要振作 加油 不能輸 快點 好啦 剛才那個胖哥哥這樣看 也沒有真的很胖 OK啦 可以 妳看 妳要不動 還要不動 可以 妳要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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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方哥 你最近是怎麼了 送貨不拿地址 只要送去拿吧 芝芝 妳還好嗎 好 還好 有沒有好好吃飯 你知道我最貪吃了 一定有 對 我問了一個笨問題 芝芝 如果我猜中了 妳告訴我好不好 你要猜什麼 妳現在 是不是在我們當初 住的旅社小房間 妳真的很瞭解我 對 一定要的 可是 妳怎麼確認的 他們有記錄 我就說是你要住的 他們就讓我住進來了 讚 我就說妳有學到 我的聰明 激進又勇敢 當然 小莉莎 請你開門 好累吧 最初的更無所求 你音樂幹嘛開得那麼大聲 音樂大聲才能把壞心情趕跑 我的心又像雲朵 輕柔的漂泊 再多哭中 都別忘了那份初衷 偶爾脆弱 你的懷中是我寬容的宇宙 你眼中的我 好像沒有辦法一個人 都說要晚回家了 現在好像還不夠晚 是誰要晚回家 我不想晚回 你想要嚇死誰 不是說國約不要搞這一套嗎 現在是晚上 到底是誰要晚回家 我 你嚇死 你為什麼要晚回家 還要穿立方哥的衣服 還不是就跟柯欣那個賭注 我下班回家 他就虧我說什麼沒約會 又沒應酬的 我就只好硬著頭皮跑出來 沒有人約你怎麼可能 怎麼又是早安安的 就已經剛剛跟他說我不是安安了 立偉哥 安安是百分之九十八的網路交友 第一句問候語 網路交友 對 你看你浪費多少個嗆死 虧我還在幸福小窩上面 我幫你去 童小偉 你幫我弄那個什麼網路交友 不用跟我說那兩個字 因為我也先說了不客氣 誰要跟你說不客氣 什麼謝謝 你快點幫我從那個什麼 幸福小窩上面撤掉 立偉哥 你就跟那些跟你安安的人聊一聊 立偉哥 你不要忘記 你已經開始作戰了 對不起 我想你已經很認真了 但是還是約不到人 好可憐 好可憐 童小偉還滿貼心的嘛 知道我回家身上要有一點酒味 才像是去應酬的 童小偉 你拿給我這個不是米酒 我拿米酒給你幹嘛 那這是 防蚊液 防蚊液 對 店的防蚊液都是用這個妝盒 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 可是剛剛 你剛剛不在打蚊子嗎 你拿防蚊液給我幹嘛 拿給你還寫 還我 防蚊液 你拿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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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偉今天加班加得這麼晚 還沒回來 他今天去應酬 不會吧 立偉從來不應酬 怎麼會今天跑去應酬呢 回來了 回來了 怎麼這麼晚 這樣 要不要坐下來吃水果 不用了媽 當然不用 我說爸媽 他今天啊 早就被那些胸啊 腿啊 什麼亂七八糟給餵飽了 可是 什麼 什麼胸啊 腿的 不就是那些什麼雞胸雞腿嗎 不然還會有什麼腿 可以餵飽人的 知不知道 爸媽 那我先回房了 立偉 奇怪 你平常都不應酬 怎麼今天突然跑去應酬 你跟什麼人出去啊 媽 你不懂嗎 就是那些胸啊 腿啊 腿啊 到底什麼是胸跟腿啊 就是 這樣懂嗎 立偉 這個不好吧 媽 妳不要聽客信在那邊亂講 你就是 我說爸媽 我這個好哥哥 轉性了 變得好隨便 你看他穿成這樣 竟然跟女客戶去應酬 像話嗎 堂堂一個藥廠區經理 搞得跟什麼男公關一樣 太墮落了吧你 可惜你 你這個好妹妹 有好到哪裡去嗎 你今天下午呢 還不是跑三頭還給輸我 人家妹妹我呀 是行情好 哪像你空虛 寂寞 才會去給人家應酬 你像什麼味道 立偉 你今天到哪去應酬了 是不是去了不該去的地方 要不然星儀怎麼會聞到 你身上有什麼味道 沒有 哪有什麼味道 爸媽 你不要聽她亂講 你身上味道真的很奇怪 真的沒有很奇怪 爸媽 對了 我今天晚上 是跟一個女客戶吃飯的 人家長得很漂亮 身材又好 講話又溫柔 重點是 她很高挑 只是 她對香水的品味 有一點點奇怪 這一點點也太大點了吧 我說何立偉 你的品味 在某一個高尚女人 離開你之後 變得好粗俗 可惜你 你少往自己臉上貼近 那你剛剛的意思 就是說那個高尚品味的女人 就是我了 不是 你 你怎麼樣 好了好了 星儀 來來來 吃點水果 小小火氣 我說立偉 星儀 既然你們都變成兄妹了 你就要相親相愛 不要這樣每天吵吵吵的 好不好 是嗎 是嗎 星儀 剛才立偉已經說了 她去見客戶 跟她去當什麼客戶 是差別太大了嗎 不一樣 不過立偉 我想起來 你剛剛身上那個味道 很像茶的防蚊液 對 難怪我今天 一整天都覺得這味道很熟悉 原來是防蚊液 奇怪了 人家長那麼美 怎麼會用有防蚊液 味道的香水 爸媽 我先回房準備洗澡了 晚安 爸媽 你看這樣想話嗎 到我那邊 穿在別人女人美溫柔 身材又好 不會 立偉 不會的 快 她本來是在欺你 哪是 還有媽跟那個攀煩瘟液的女人 吃醋 別氣 吃水果 好笑 是 是啊 是啊 沒品味 竟然有三團約會 我不能輸啊 怎麼又是安安啊 我真的應該照小童說的 跟他們聊聊天嗎 你幹嘛一直盯著手機看 你吃到什麼味道 你不是剛洗過澡了嗎 不用說了 還不是小童搞得我滿身都有防蚊液 你 怪物的這味道有點熟 是不是就那個米酒瓶裡面的 對 那 那你拿的手機是 小童 去我跟人家聊聊天 對 我想起來 小童跟我講過 我也建議你 多上網跟人家聊聊天 反正聊天又不會死 我就在想這件事情 不然 我要當柯欣一個禮在努力 其實我很訝異 你怎麼敢跟他賭這麼大 其實我現在有點後悔 不過當時那個情況 如果我不答應的話 我就整個都弱掉了 也對 那你現在還不趕快聊 難道你不是要當柯欣一努力的狀況嗎 哥 你現在是不是正在想像 當柯欣一努力的狀況 對啊 可是我想到的那些畫面 都跟我在沒離婚之前 那些情況差不多 那你就不用怕輸了 反正你到現在也活得好好的 不行 我不想要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我一定要贏 我一定要贏 但是你可不可以先去洗澡 你真的很臭 不會 等一下 我再回一下 我不要 你放開 又有二十幾個人符合我的要求 是不是我開的條件太低了 沒想到小童把我的照片搞成這樣 沒想到小童把我的照片搞成這樣 還有二十幾個人跟我電腦配對成功 這個太油膩了 不要不要 喜歡化煙燻妝 還是找清秀點的 光頭形燃 算了 算了 這麼剝錄的照片 也剝出來 不要 三十五歲 這是拿二十年前的照片 來糊弄的吧 就是你 逆春 新人生 新希望 你叫新希望 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當然 而且意義可大了 那你為什麼叫新人生 也是有特殊意義啊 來 請 謝謝 真的不好意思 應該是我去你家拜訪的 可是二十分鐘之後 我有個會要開 真的走不開 只好請你跑一趟 沒關係 王總 你請坐 事情是這樣 恩真不在的這兩天 他爸擔心到睡不著 好 我想你應該的理解 爸爸對你兒的擔心吧 你也知道他爸手受傷了 再加上這兩天沒有好好的休息 結果就發炎了 昨天又去了醫院一趟 我們之前不想讓恩真 一次接觸太多過去的事情 所以才選擇沒有跟他相認 但是他現在知道了 他爸會特別擔心 萬一 怕萬一他承受不了刺激 人又不見了 如果說 恩真還不知道他家人是誰 或許他爸還不會那麼心急 畢竟他在你們家也過得很好 但是現在既然他都知道了 他爸跟潘附總 自然會希望他能夠回家 我剛剛有打電話給恩真 可是他都沒有接 立芳 如果你有辦法找到他 請幫幫他父親 想辦法讓恩真 扮回他自己的家好嗎 好 好 你考慮好了嗎 你的答案是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跟我的家人回家 你爸爸這兩天 因為擔心你都沒辦法睡覺 他手上的傷又發炎了 這樣子 你還是沒辦法做決定嗎 沒關係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到我那邊 你應該就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那裡 我應該去一個地方 你應該去一次 那裡 你應該去一次 你應該去一次 沒這個地方 我應該去一次 你現在場 好 那天 在這裡發生的事情 妳還記得嗎 當然 那天我穿了一套婚紗 然後還有紅色的高跟鞋 妳救了我的時候 妳跟我說了一大堆的話 走著走著 妳回頭想看我 看到我的之後 妳還想了一大條 我問妳為什麼一直跟著我 妳說 我說 這裡只有一條路 要上去 不是妳跟著我 就是我跟著妳 然後我們就一起走上來了 妳差點跌倒 結果我笑了 然後就一直笑到今天 妳一定以為 護師是從下面開始的 其實不是 妳知道嗎 那天 其實我也有出現在 妳跟王總的婚禮上 當然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妳 那時候 我已經翹家三天了 就在那天 我哥找到了我 於是我們兩個 開始了一連串的追逐 一直衝進了妳們的婚禮現場 也把現場搞得一團亂 我猜 我猜 妳那時候應該還沒 從婚禮現場逃走 後來 我開著這輛車逃走 我哥也開著車追我 為了躲他 結果我把車倒進了這裡 為了怕他看到我 我的眼睛一直看著前面 卻忘了我還在倒車 突然 我聽到了一聲尖叫 好 我回頭看 什麼人也沒有 就在這裡 我發現了一支紅色的高跟鞋 我想 我應該是撞到人的 所以我就走下山坡 我也就發現了 全身穿著婚紗 躺在那裡的妳 現在妳應該懂了吧 我們的故事 是從這裡開始的 而不是山坡下 所以 我根本不是救妳那個人 我是撞了妳 害妳失去記憶 害妳連家人都找不到的 那個王八蛋 現在妳應該可以選擇 我違背了我們的承諾 我違背了我們打勾勾的約定 因為我一直以來藏著這個秘密 我根本沒辦法 也沒有資格成為妳的依靠 我根本沒辦法 妳回家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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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能倒转失控 让你挤在冲头 选择是否入座 当你遇见那个我 想对我说什么 还是微笑沉默 有些错也不错 泪真的汹涌过再多 有些伤也不错 星辰的裂缝过更能看透 你眼中的我 是否变勇敢了许多 希望我爱我 让笑容多一点彩虹 你眼中的我 是否纯真依然闪烁 你就是天空 我的心又像云朵 轻柔的飘过 我 选择 只有一次 也有勇气做决定吗 彩虹 女生云朵